你不会以为我们人贩子骗你开门还会装什么物业外卖员吧 早就过时了 谈点人贩子套路大机密 这个套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装下得住 首先我们会假装是你楼上的邻居过来敲你的门 有人在吗 我是你们楼上的邻居 明天我儿子结婚 我来给你们送点喜糖 蘸点喜气 我知道你肯定能看到这两天我们在楼道里贴好的喜字 你也就默认真的有人要结婚了 你就会把门打开了 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在业主群里确认一下 然后再谨慎应对 在预防我们人贩子这件事情上 你们有些人真的很业裕 你门口故意放的男鞋 我闻一闻就知道有没有人穿过 你可别露馅了 你们家门口这种奇怪的记号 有可能是我们人贩子故意留下的 一定要及时清理 如果你的门上有这种奇怪的交代 说明我们人贩子就在附近 你关上的门 我们一拉就开了 一定要注意 我们高智商人贩子都是怎么拐走你们家孩子的 你们都想象不到 通过你们家孩子的手表 不管是定位还是生活习惯 都被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我们人贩子生产出来的手表都是三无产品 但有些家长还是会买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通过这两招就能识别我们的监控手表 一就是我们的产品不正规 所以国家的3C认证和系统安全保证我们是没有的 二就是我们是三无产品 所以正规的大商场我们是进不去的 如果你们在正规大商场里购买也买不到我们的产品 我们人贩子不光喜欢去你们小区里怪孩子 就连你们楼下的超市都有可能见到我们 假以我最喜欢那种带着孩子逛街的父母 妈妈去试衣服 爸爸就在外边看着手机带着孩子 这个时候我们最容易得逞了 在配合上提前准备好的小衣服小帽子再剃个头 一分钟你的孩子就大变样了 连监控都认不出来 这种粗心的家长还真不少 你们家孩子玩的这个游戏给了我们人贩子趁虚而入的机会 前段时间将其一对双胞胎在家门口玩捉迷藏的时候失踪了 玩捉迷藏这个游戏是孩子被拐被侵犯受伤的高发场景 家长在孩子玩捉迷藏之前一定要做这三件事 一就是家长要跟孩子有一个紧急暗号 只要家长喊出这个暗号 所有孩子必须立马现身 二就是在开放环境下家长要检查一下远离水源危墙这种不安全因素 三就是整个全城必须有家长陪同 我们人贩子喜欢在什么地方寻找目标 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们可要看好孩子 首先是医院 医生和护士是不会主动抱你的孩子的 主动抱你孩子的可能是我的同事 其次是商场 尤其是妈妈去试衣服 爸爸就是喜欢玩手机给了我们人贩子趁虚而入的机会 再就是你家门口 我有几百种套路能让你把家门打开 所以陌生人敲你的门 无论理由多充分 你都要小心 你们家长在对付我们人贩子上做的工作 很多都是无效的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如果孩子刚生下来就给他办身份证的话 孩子丢了更容易找到 我更不会告诉你 孩子在外边玩 身边的家长越多更容易被我们拐走 往往这个时候都会认为有人在看孩子 你看看手机 我聊聊天 回头一看 孩子不见了 最后一点 尤其是在家门口 小区楼下 是你们家长最容易掉以轻心的地方 甚至有些老人看着孩子在旁边玩 大瞌睡睡着了 你要知道 我们人贩子混到你小区楼下 可不是件难事 我们人贩子是怎么哄骗你孩子把你家门打开的 我可以是外卖员 假装把你的主食或者饮料忘在楼下了 只要你的孩子跟我下去拿 他可能就再也上不来了 我还可以是物业 把该交的物业清单交到你们孩子手上 只要他开了门就关不上了 知道以后该让你的孩子怎么做了吧 我们人贩子在你们小区拐孩子又换新套路了 你们家长要注意了 我们会伪装成和蔼可亲的老师 专门找那种单独在小区里玩耍的孩子 孩子可能别人的话不会听 但80%的孩子都会听老师的话 我们人贩子就是拿捏了这一点 只要孩子答对了假老师的问题就会得到一个暗号 老师会告诉你拿着这个暗号到达指定的地点就会有奖励 但是这个暗号是个秘密不能告诉大人 要不然奖励就取消了 等你的孩子到达指定地点 我的同伙就会把他带走 所以家长朋友一定不要让你的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你不会以为我们人贩子窃取你的个人信息 还会通过你的朋友圈或者偷看你的快递吧 早就过时了 这个套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招架得住 比如你开心的跟朋友一起拍照 不经意间你的指纹信息可能就被我们人贩子窃取了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如果你拍照的时候比剪刀手 而且离高清相机比较近 那你的指纹信息就会看得很清楚 虽然被窃取的概率很低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下次拍照的时候还是换个手势吧 我们人贩子特别会利用你们的善心把你们拐走 我们会在你们小区寻找养宠物的业主 为了引发你的共情 我会慌慌张张的跑向你 告诉你我的小猫小狗丢了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找 你不知道的是 这些小猫小狗其实都被我们训练过了 它会故意出现在你的视线里 然后往我同伙约定的地方奔跑 就等着你上钩呢 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先跟他要张丢失宠物的照片 帮他发个朋友圈 这已经非常人质意尽了 你又不是专业人员 怎么可能帮他抓到丢失的宠物 所以他找你的目的不太单纯 我们人贩子研究的新套路 让你防不胜防 发现一个目标 这小孩一看就是防范意识不强 用我们的新套路 我给你演示一遍 几句话就给他快走 哎小孩 谁让你在这玩的 我给你爸妈的找你找疯了 我是谁 我是你爸妈的朋友 快点给我走 待会真碰见小孩的父母也没关系 就用同样的语气跟他们说 你们怎么当家长的 这孩子要不是我看见早丢了 家长还得感谢我 记住了吗 你们只告诉孩子陌生人的哄骗不要心 但是人贩子一旦用这种训斥的语气 你们的孩子就招架不住了 家长一定要在这一块加强训练 你以为我们人贩子只乖小孩子啊 你信不信我连孩儿他娘一块儿带走 我们人贩子的这个套路 你能招架得住吗 我们会先寻找一个带孩子的妈妈 确定好目标之后 叫上几个同伙直接冲过来 上来就骂你是小三 你的孩子是别人的私生子 你猜路人会多管闲事吗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不要只会大喊救命 要指定某一个路人来帮你 比如那个蓝衣服的大哥帮帮我 如果他不帮你 会产生愧疚感 更重要的是以后在大街上 看到这种抓小三的戏码 或者是弱势群体被欺负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问清楚或者帮他们报警 如果真的是人贩子的套路 那我们将拯救的是一整个家庭 你以为不给陌生人开门 我们人贩子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最致命的是你们的好奇心 我可以放一只小猫在你的门口 让它一直叫 我读你会同情心泛滥 忍不住开门 我还可以让我们训练过的孩子 坐在你家门口一直哭 我读你是热心市民 忍不住开门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业主群是个好东西 谁家孩子丢了宠物跑了 一个消息就都知道了 一旦你开了门 我们人贩子的目的就达到了 你们家长在对付我们人贩子 这件事上 别做无效工作 很多家长不知道 如果你的孩子刚生下来 就办了身份证 丢了更容易找到 如果你提前把孩子的 十个指纹全部记录下来 找起来更容易 我是一个黑心的人贩子 如果你们的孩子被我们拐走 这几个重要信息 能快速帮你找到孩子 建议你们家长 忍受一份 一就是把孩子的指纹 从左到右 全部记录在一张白纸上 并且拍下身上的胎记 方便警察快速寻找 二就是记清楚孩子 当天穿的是什么样的鞋子 我们人贩子会在拿到孩子的第一时间 把孩子的衣服发型全部换掉 但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鞋子 三就是孩子丢失 不要等24小时 立马请求警方支援 警方的团员系统里 关联了20多个APP 找回的几率98% 孩子被我们人贩子拐走了 怎么办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越快用十人寺追法 孩子找回的概率越大 如果孩子不见了 先留一个人在原地赶紧报警 再安排四个人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去追 如果快的话 能把人贩子拦下来 再马上安排四个人 去火车站汽车站附近 我们人贩子一般不会坐飞机跑路的 再留一个人 回家等着孩子自己回来 你学会了吗 你们做家长的 如果告诉孩子这些方法 我们人贩子是不可能得逞的 拐走一个孩子 要么是哄骗 要么是利用 如果你的孩子一眼就能认出我们是人贩子 我大概也不会得逞了 所以家长要跟孩子建立一个独特的暗号 告诉孩子 妈妈只会把这个暗号告诉信任的人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陌生的叔叔或者阿姨接近你 他答不上暗号 一定不要跟他走 这句话几乎会成为所有孩子的童年噩梦 就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跟你的孩子说这句话的人 大概是对你的孩子做了不好的事情 可能是诱拐 可能是猥亵 而你的孩子大概率也不敢告诉你 就会造成第二次第三次的伤害 甚至一辈子的阴影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孩子 一旦有人跟你说这件事 不要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千万不要听他的 这件事情无论早晚一定要告诉孩子 你们当父母的别人的话可以不听 我们人贩子的话 我劝你听一下 你不会以为孩子丢了跟大人一样 48小时以后才可以立案吧 虽然我是个人贩子 但我必须承认 在这件事上 没有比警察叔叔更靠谱的了 孩子丢了 立刻报警 前几天喊他一个小女孩丢失 报警后 短时间内发动了200个人地毯式搜索 你们自己能做到吗 有人说给孩子带个追踪器就行了 行行吧 人贩子拐到孩子 第一件事 就是把孩子身上的东西全换掉 你就记住一件事 别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你可千万别转发给家里有孩子的父母 不然我们的套路就没用了 好 好